最近在看伴澤植樹2 裡面有個帥帥的男生 是伴澤植樹在證券行的下屬 森山雅宏 而演出此角的就是賀來賢人 1989年7月3日 出生於東京都 畢業於青山學院大學 一次偶然的機會 Amuse事務所的工作人員 見到賀來的家族照 被他帥氣的外貌所吸引 於是留下名片 希望能與賀來賢人取得聯繫 之後賀來賢人聯絡了該事務所 因為這個契機 他走上了演員一坨 勝利賢人通過電影《神童》 於2007年作為演員出道 隨後也演出了電影 我們與住在先生的七百日戰爭 2009年出演 極道先虛電影版 細心 並於11月在電影《銀色的雨》中 首次擔任主角 你... 你... 不要受罪了 你... 你... 他挑戰了多種多樣的角色 劇情片《海之鯨魚》 有健到為題材的16歲的武士道 参演男子壘球比賽題材的影片 壘球少年 2011年與新緣結一 合演亂馬二分之一 2012年客串電視劇 幽靈媽媽搜查線 飾演在關鍵時刻 現身的冷酷幽靈左野尊 以及參演穿越古裝劇 姓長的主廚2 飾演武田信玄的兒子武田勝賴 可以說早年的賀來賢人 在各類型的戲劇中不斷磨練 也藉此奠定了扎實的演技 2014年賀來賢人參演了 由日本小說家 湊家苗作品改編的同名電視劇 《為了恩》 在劇中賀來賢人飾演 性格開朗陽光 志向遠大的安藤旺 通過安藤旺這個角色 賀來賢人也認識了她未來的妻子 也就是這部劇的女主角 容苍奈奈 雖然在這部劇擔任男二 沒有成功與女主在一起 但在現實中賀來賢人與容苍奈奈 兩人間的關係卻發生了化學反應 賀來賢人在節目中曾說過 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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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求欣賞日常工作室 我都不屑, 剛才有什麼東西 那會有後, 來吧, 如果還沒有人的 因為, 他們已不屑 但, 他們不能在家族 什麼時候會發現, 但是, 結婚 是想不夠, 但 結婚不住, 也想不住 覺得這件事不能上的, 是吻不着干的 所以, 去年, 逢 dos, 是否 欸 普通的結婚詳細 欸 欸 奈奈反問他 你是真心的嗎? 我可以向事務所報告嗎? 賀來賢人說是真心的 奈奈就簡單的答應了 並且現在兩人恩愛如初 還有兩個小寶寶了 婚後賀來賢人也不斷在演藝圈中發光發熱 2016年 漁野村周平雙主演電影 森山中教習所 飾演無證駕駛的流氓轟木 2017年 參演福田雄一指導的電視劇 超級上班族左江內 並且還演出了慢改劇 齊姆南雄的災難 你怎麼做的呢? 這是這句話 你不要再說話 你不要再說話 你怎麼說話 你怎麼說話 2018年10月 賀來賢人主演漫改劇 我是大哥大 扮演主角三喬貴智 你怎麼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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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從此變得出現弱的前線 你怎麼出現了 我... 大哥大 賀來賢人獲得第99屆 日劇學院賞最佳男主獎 這也使賀來賢人繼身一線男演員之列 而2020年他則參演了電影《AI崩壞》 該片以AI滲透國民生活的2030年的日本為舞台 講述突然失控的AI 將人區分為有生存價值的人 和沒生存價值的人並展開殺戮 讓整個日本陷入混亂的故事 而童年另一個讓賀來賢人曝光率大增的 就是《半澤直書2》了 他在裡面扮演的森山雅虹 是東京政卷營業企劃部的職員 個性嚴謹、工作認真 如果與童年我是大哥大電影版比較 還真的有一種錯亂感啊 其實人的成功都不是一蹴可及的 都是藉由逐漸的累積而達到 賀來賢人也曾經窮到家裡被斷水 我相信這位年輕的演員 一定還有許多尚未開發的部分 我們也期待他未來 再帶給我們更多好看的戲劇吧 好看的 10分以上是好看的 好看的